事件发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圣巴纳巴斯医院,姐姐施莱尔,后来才得知,弟弟弗雷迪因袭击罪被关进监狱里。 据英国《每日邮报》1月29日报道,美国纽约一所医院被告上法庭,因为他们给一名患者把管时竟然拔错了人。 医生们把这名患者错认为重名同罪,而且又长相相似的另一个人,征求许可识问了这另外一个人的家人。 去年的7月29日,40岁的弗雷迪克拉纹斯·威廉姆斯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圣巴纳巴斯医院去世,因为他已经脑死亡,姐姐施莱尔斯。 急语,那医生徐可同意他们把管。 两周前,弗雷迪服用药物过量,导致大脑严重受损,施莱尔接到电话赶医院。 根据施莱尔的诉讼,医生在弗雷迪的口袋里发现了他的钱包,并查到了他的社会安全卡号码。 他们以为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是施莱尔的弟弟,弗雷迪·威廉姆斯。 施莱尔说,起初他觉得躺在病床上的人有点不像他的弟弟淑雷迪,但他把这归因于他的连众了,而且他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收到弟弟的讯息了。 两天后,医生告诉施莱尔,说他的弟弟已经脑死亡,他联络了来自其他州的亲戚,让他们和他一起去医院道别。 施莱尔说,直到验尸官做了尸检后,给他,打电话,他才意识到是搞错了,那个人并不是他弟弟。 施莱尔随后得知,他弟弟弟还活得好好的,当时因袭击罪被关在监狱里已经好几个星期了,现在是埃克斯岛监狱的一名囚犯。 现在,施莱尔正在起诉医院,要求赔偿未知名的损害,声称他们让他和他的家人经历了情感上的灾难。 施莱尔不知道弗雷德里克特拉伦斯威廉姆斯的家人是否被告知他已经去世。 施莱尔接受纽约邮报采访说,我杀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是我同意的。 他解释说,当他第一次看到这名男子时,他的脸肿了起来,但是他确实和他弟弟哥长得很像,他嘴里插住管子,带住警托,他有点冗但是,他长得太像我弟弟了,眉毛,鼻子和脸性看起来都像我弟弟。 施莱尔的姐姐被通知赶到医院跟弗雷迪告别的时候,并没有立刻相信病床上的人就是他们的弟弟。 他走进病房说,那不是我弟弟,施莱尔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那个家伙快头大得多,但是,弗雷迪的女儿十七岁的,布鲁克林,也没能认出那个人并不是弗雷迪。 施莱尔说,他们从弗吉尼亚赶来和躺在病床上的男子道别,在给他把管之前,他们在他病床边哭泣。 布鲁克林歇斯底里地握住他的手,亲吻他,哭着不停。 当他意识到死去的不是他的弟弟时,他在监狱里给他打了电话。 该诉讼寻求不明确的损害赔偿。 施莱尔的律师亚利克斯杜德尔森声称,当他向医院提起诉讼时,医院没打理他。 亚利克斯说,巴纳巴斯医院的代表们,基本上是朝我脸上涂口水,这超越了鲁莽的行为。 我要求展开调查。 仅此而已,如果他们能真诚道歉,原本会好得多。 医院发言人在本周一队每日邮道说,虽然他们无法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做出评论,但他们认为这起诉讼没有任何价值。 成是新兴国际编译曹丽娜。